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件开心事 就是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 上个月已经超过了2万人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上个月由伦敦开车上晚 整体MIRROR演唱会 黄昏时间开车 一口气3个半钟 不停站地去到朋友家 晚上MOTORWAY不多车 所以虽然天黑黑感有点伤神 但其实都开得挺舒服 不过身边不少朋友 尤其是在香港没有开车的雪床牌司机 都很怕要开上MOTORWAY 今次我就会讲下其中一个他们比较害怕的情况 就是由Sleep Roll駛入MOTORWAY 在继续看影片之前 快点订阅和like这条影片 share给朋友看 想支持我出片可以给Superfans赞助这条影片 又或者不要飞广告 让我收回一点点广告费 在英国开车 尤其是长度车 少不免都会用到MOTORWAY 其中一个新司机来说比较惊险的位置 就是由Sleep Roll进入MOTORWAY的主导路 平时在市内的路 由小路进入大路 多数都是在阳线前面停下 看到大路没有车 才开始踩右起步 但是去到MOTORWAY就很不同 千万不要想着一样可以停定车 除非你的车可以一秒由静止加速到70米 正确的用法是应该在Sleep Roll 你就已经要不断加速 车速应该要match回主导路的车速 正常来说是接近70米 等到主导路没有车 就切线过去 然后继续你的行程 这个当然是最简单的情况 预备对MOTORWAY比较繁忙很多车 由Sleep Roll切过去主导路 就要用点心机 找个对的timing才切线 但是这个位置就令到不少司机有压力 因为Sleep Roll的长度有限 新司机就好怕去到Sleep Roll的进头 都未切线 所以你去到Sleep Roll的时候 对眼就要留心主导路左线有没有车 大约做定心理准备切线时的情况 接着去到Sleep Roll和主导路平行的阶段 就好像平时切线一样 要不断看镜和看盲点 还有就是不要忘记要加速 机会到的时候就安全地切线出去 正常来说 在左线的车都会看到Sleep Roll出来的车 它们会有两个做法 第一 就是如果中线没有车的话 它们会切线过去中线 让左线被Sleep Roll出来的车 第二 如果它们继续在左线开的话 它们应该会判断Sleep Roll出来的车的速度 在适当时会保持车速 又或者减少一点速 令到Sleep Roll的车 可以安全地在它们前面切线出来 如果预適Sleep Roll的司机 够了位都不敢切线出来的话 左线的车有时会善意地闪一闪高灯 提示它们可以出来 不过不要完全指望左线的司机会懂得让你 就好像前几天我见到一个挂着P牌的司机在左线 我估计它不是太懂得怎么办 Sleep Roll出来的车 所以它一直都跟Sleep Roll的车差不多速度 又保持着很近的车距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 你最好就收慢一点辆车 等它跟你拉开距离 到够位的时候 你就在它后面切线出去 又或者如果你还未去到那条路的speed limit 就试下再加速多些 例如去到70米 在你放掉左线的车之后 就可以安全地切线出去 这些全部都是要累积经验 才可以临场很快地做到一个决定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主道路的车是有道路优先权 所以你不可以硬硬不够位都切出去 所以反过来 当你自己在Motorway走着 去到Sleep Roll附近都要留意一下 早一点做决定是否切线去中线 还是留在左线 做足准备和Sleep Roll出来的车回合 是一些繁忙的Motorway Sleep Roll可能是有两条线的行车道 你会发现有时Sleep Roll要切去左线 而有时Sleep Roll会一路延伸成为Motorway的左线 如果你有留意路边的路牌 其实是会告诉你哪条线要切 哪条线不用切 例如这个路牌 Sleep Roll的右线是要切线 和Motorway主导路回合 而左线就会一路延伸成为Motorway的左线 所以如果你很怕切线的话 在这个Sleep Roll 你就应该要选左线 但是如果你见到的路牌是这个 就反过Sleep Roll的右线 会一路延伸成为Motorway的左线 而Sleep Roll的左线就要切线回合 这些在Google Map或者其他导航App都应该不会显示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开车时留意多些 不知道你有没有切线的恐惧 例如在Motorway正在走 在右边导后镜看到有车在后面 怎样才知道够不够位让你切线过去 首先讲下如何判断 右边导后镜看到的车是加速或减速 比较简单的是 如果在镜里面的车变得越来越大架 那就是它越来越近你 即是它加速 或者它的车速比你 和你的距离越来越近 相反如果一辆车越来越小架 就代表它在减速 又或者车速比你慢 和你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何时才代表够位切线呢 当右线的车 除了在你的右边导后镜出现之外 还在你车里面的倒后镜 整个车头都出现了 那基本上都够位让你切线 如果在车里面的倒后镜 只是见到半架 甚至见不到那辆车 就代表它和你的距离很近 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等它过了你头 又或者你加速和它拉开 距离才能切线 同样的做法 都可以在你由右线切去左线使用到 当然在这个时候 就是看左边的倒后镜 而不是右边啦 看完这条片 希望容易点令你明白 如何安全地由sleep roll进入motorway 以及在motorway 或者其他马路时 如何利用倒后镜判断和后车的距离 安全地切线 到你下次开车时 记住试下练习 试下会不会减低你 开motorway时的压力 如果你还有平时开车遇到的困难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等我下次出片时 可以用来做讲解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住like和share 下次见 拜拜